新冠肺炎疫情緩和 特首林鄭月娥說 有放寬跨境人流的空間 並且宣布進一步豁免 提供專業服務人士強制檢疫 但她說內地和香港要建立醫學證明互認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下 本港對於入境人士實施強制檢疫措施 但出入境的香港居民和旅客近日明顯增多 由不足2,000人次增加至3,800多人次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港澳台已經多日沒有本地個案 內地只有零星個案 亦已輸入較多 所以存在放寬限制的空間 但自由跨境是不可能 需要有優先次序 除了早前宣布的跨境學生 和從事商務經濟活動的人 她說提供專業服務的人士 都可以獲得豁免檢疫 譬如是律師、會計師 或者是創科的人士 或者是需要去在內地醫院 提供服務的醫務人士 透過如果大家能夠 互認病毒的檢測結果 就可以給她免受14天的豁免 這是我們研究的方向 亦都應該是大家都很積極的 這個亦都等於在內地 所謂的健康碼的安排 她希望居時出入境的人士 只要透過手機等電子設備 展示檢測結果 就可以過關 無線電視機仔 鮑文山報導